马太福音查经记录《尼托生》第23章 第23章为马太福音最容易之一章 只有教训没有道理上的歧视 一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主讲道 不将众人和门徒混在一起 故在此颇为稀奇 这是因下面之教训 乃将门徒放在犹太人之地位上 此章之教训是专对犹太人而言 二节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这里的坐在摩西的位上 根据犹太人的历史 自摩西以来 已经经过若干重大变迁 恶亡 被掳 毁灭 故人已不知 也不守摩西的律法 唯有一般热心者出来 带领犹太人 回到当初的律法 此等人 即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祖宗 为当初 彼等却是有名有实 站在摩西的地位上 执行律法 教训律法 但一代一代传下来 至主耶稣的时代 已有名无实 然主并不否认 彼等坐在摩西位上的名义 三节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 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都要谨守遵行对于在主 未死以前的犹太人 尚需谨守律法 律法须带主死后而停止 当时他们尚未脱离律法 故主嘱咐犹太人和门徒 尚需守律法 此节之原则甚为重要 今日教会中对于律法的观念有二 一 人得救是靠恩典 不靠守律法 为得救后 仍不必守诫命 只需守恩典的诫命 二 人得救是靠恩典 不靠守律法 为得救后而遇成圣 必须守律法 前者才是对 按罗马书中大义 罪人不能因律法称义 按加拉太书 得救者不能因守律法成圣 故此 二卷书已足证明称义或成圣 绝非有遵守律法 罗马七章之教训 岂是出人得救后 上守律法者如淫妇也 如果还守律法 就如未死而又欲嫁于基督 使饭间淫也 故我们必须向律法死绝 然后及基督得永生 主在此处因时间关系而约守律法 在主复活后 主尚未提及 他们能说不能行 与主恰相反 主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路二四十九 今日许多传道者 亦是能说不能行 四节 他们把男丹的重担 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重担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即他们根据律法 产生律法以外的律法 架在人的身上 自己却不遵守 最初 他们定规 一 如有犯摩西的律法者 必须受刑 如有犯他们的律法者 尚可宽幼 二 渐渐成为犯二种律法 并重 犯者俱罚 三 最后违犯摩西的律法 尚可宽幼 犯彼等的律法 需受严厉处分 彼等以为他们的律法 为摩西律法之精益 故更重要 戈尔板 乃一粒铁 其他之刚力 信条等亦然 其中一守者 彼等自守之 不能守者 命由太重人守之 今人亦然 经中之命令一守者 则为此外帮人当守之 难守者 如马太武 六 七章 推之犹太人 或千年国财习制 五节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主在这里指出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主在此提其原形 露其本相 要叫人看见此 最为危险 有人捐钱 讲道 不过是做人之假面具 表示其热心 属灵而已 佩戴的经文 犹太人将经文记在身上 剑身六八 十一十八 穗子 衣服之边也 边上欠经文 六节 喜爱言习上的首作 会堂里的高位 此乃在人前之骄傲 以下数节军事对人 七节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称呼他拉比 今人亦然 主在此给我们看明彼等之目的与用意 有许多时候 我们发热心 行善事 目的何在 用意何在 八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 主在这里转为对我们的教训 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信徒在地上地位平等 不能比人高 教会中称牧师 乃拉比之化名 长老 只是乃为服侍而设 没有阶级存在 凡受圣品圣职者 即堕落至法利赛人地位 九节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这里所说的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不是指人自己的父 乃指教会中之父 即知权者 如天主教中之神父 下文天上的父 证明此处指宗教中的父 可惜 教会到了第二世纪 既有教父 且都为使徒之门徒 师姐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师尊 叫拉比为亲 一指宗教方面 拉比之称呼 关系鼎大 切不可受之 主定归 我们彼此当户称为弟兄姊妹 十一节 你们中间谁为大 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这里是第二次提到 建太二二十六至二十七 此原则最为重要 真正为大不在乎名声 地位 称呼 为在乎能做 能服事 十二节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此乃十字架的道 自卑乃自动的降卑 不带人轻视自己 先无虚荣 十三至三十三节 这一段话 共述有七货 第一货 置第三货为一类 四至六货又一类 十三节 你们这假冒 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进去 只说法利赛人 与文士有货 不说罪人 娼妓 税利有货 撒都该人 乃新派不信者 西律党人 卖国者 二者都有货 法利赛人与文士 正如教会中之大佬 人以为必得赏赐 祝福者 雇主特显其行 把天国的门关了 天国乃属灵的范围 指地上的真教会 直接爱主的团体 法利赛人和文士 拦阻人信耶稣 彼等不义 半岛人 其错误之教训 使人堕落 十五节 你们这假冒 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 有货了 因为你们走遍 洋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 却使他做地狱之子 比你们还加倍 他们把外邦人 带入犹太教 他们热心不倒 宣传外邦人 拜偶像 必沉沦 当拜创造天地之独一真神 等入了教 不能培养之 不能证明之 带来本来的恶 又加上法利赛人的恶 故约更加倍的地狱之子 十六至十七节 这是他们家上的律法 金子比殿大 彼等所以视之为大 因其认为金子值钱 十八至十九节 法利赛人看礼物 叫谈为大 因其为礼物 为主曰 殿与谈为大 因使金子和礼物成圣 主义在此 给我们关乎圣洁的教训 成圣非把罪根 其意思是分别出来 各地都有金子 都有礼物 为分别归神者 便为圣洁 信徒之成圣亦然 即从世人中分别出来 成圣有二次 由圣殿和谈表征 圣殿御表 住在基督里 见太师二六 约二二十一 谈御表奉献 在得救后的奉献 即分别出来归于主用 二十至二十二节 这一小段说出 他们的律法虚伪无根据 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以下三获奖 他们自己的生活 他们徒手遗文的律法 对于公义 怜悯 信使 却无心遵行 在饭中如有一只最小的猛虫 仔细一点就会吐出 唯吞下骆驼 一点也不觉得 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上文是讲法利赛人 避重就轻 此处讲法利赛人 只求外貌 勒索 只用自己私欲压制别人 放荡 只放纵情欲在自己身上 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牧 死人居所 粉饰 使之美丽 人肉提死 外面用粉装饰 以遮盖其死 二十九至三十节 彼等罪喜替人立即碾杯 以为彼等之祖宗最不好 杀害先知 今日之犹太人毅然 认为基督若生于此时 他们就不会钉死他 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彼等之夸口 仅证明他们为毒蛇之子孙而已 三十三节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种恶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主在此处 真是不逊情面 则之为蛇类与毒蛇之种 蛇及撒旦 彼等称神为父 自称为亚伯拉罕之子孙 约八三十九 四十一 起之时为魔鬼的儿女 约一三十 约八四十四 三十四节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闻是 到你们这里来 有的你们要杀害 要定十字架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 从这城追逼到那城 主在此预言 以后圣徒要遭逼迫并殉难 三十五至三十六节 亚伯第一个被杀者 撒加利亚不是带下二十四章 二十至二十一节的撒加利亚 那是太早 且为耶和耶大的儿子 此处的先知撒加利亚 却为最后的先知 是被掳后的先知 被杀于殿中 亡国后公然受患难的一个 这世代 只从那日起至这世代 范围广大 不只是犹太人 三十八节 看哪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这里的家原文是殿 这里不再说父的家 或我的家 因犹太人以悲弃 剑下文耶稣出了圣殿二四一 主在下面接着说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二三三十九 在大灾难后 在千年国中 以色列人才要称颂主 此时外邦的也赶揽接上去了 罗十一二十四